简安祥礼幼儿园庆祝双十国庆 有小朋友们戴着自己手作的国庆帽以及国旗道具 在幼儿园周边道路有请采接 音乐鼓声还有小朋友们可爱的模样 也让社区民众一起感受到欢乐的国庆气氛 7号上午在简安路和泰昌路的附近 可以听到鼓声和音乐声 转个弯就看到一群可爱小朋友们的国庆造型打扮 让大家立刻想到原来是国庆日到了 这是简安祥礼幼儿园所举办的幼童国庆采接游行活动 我们今天提早庆祝我们的双十国庆 庆祝我们的中华民国的生日 让我们的小朋友提早体会一下国家的生日 那会用什么形式来办理 那我们今天简安祥礼幼儿园就以我们的采接的方式 那所拿的这些东西都是幼儿自己亲手制作的道具 有国旗帽 还有我们的那个不同反响的帽子 还有一些手拿的国旗 那我们在社区里面 也是都跟我们的社区长老一起互动 那希望呢借由这个活动呢 让我们泰昌吉安湘的我们的民众 更知道吉安湘的幼儿园是很认真的在办学 大中小班的小朋友们身上装扮的都是自己手作的国庆相关道具 可爱的模样吸引了社区民众目光 幼儿园也期盼透过趣味活动 让小朋友认识重要节情意涵 更让小朋友们可以感受到国家生日的快乐气氛 这里会简安湘报道